大家好, 我是 Leo 今天和大家由北潭冲走到站竹灣 今次是一條仙虎後填的路線 怎樣是仙虎後填?跟我來就會知道 在出發之前記得點贊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就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我們再次來到北潭冲站出發 這裡有小食亭可以作為最後的補給 也有洗手間 在小食亭的左邊有個停車場 我們沿著停車場走 再次看到這裡的青斑蝶 一群一群聚集在矮樹上面 很有趣我們看到青斑蝶 連在中間裡 經過小食亭走到停車場 有一邊的方向就出到北潭冲加樂徑的入口 北潭冲加樂徑作為起步點 這裡有燒烤場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所以暫時關閉了 在燒烤場上也有一個公共洗手間 這裡也是這次路線最後一個洗手間 有需要就要去買了 其實這裡有四個分散路口 我們記得一定要去這個職魚湖 跟著職魚湖走就可以了 走進了一個像童話式的樹林 因為我們出來的時間都很硬 我們今天出發 去到北潭冲站 已經是三點鐘 我們預約兩至三個小時 連航拍 就可以走進北潭冲站 走到這個斬竹灣 途經可以看到斬竹灣的風景 我們沿途所走的都是一些有樹蔭的地方 由起步的位置 分別攀升三百多米 由於當日一滴風都沒有 所以走起來都很吃力 雖然我們向職魚湖的方向走 但是其實中途有一個分岔路口 我們轉進去斬竹灣的方向 所以記得要留意這一點 我們走到這裡 一直都是緩緩上升 我們走這段路一直都是樹蔭 樹影陀梭 在上面有些陽光射下來 而且一直走都有一些流水 聽起來人都頗舒服 來到這裡 我們不去職魚湖了 轉過去 4公里 大網仔路 站速灣 我們走這邊 其實也有很多分岔 對 我們走那些濕的黃泥路 質感好像踩進一些瓶瓶 好像沼澤地一樣 踩進這些濕軟泥土的質感 感覺真的不是太討好 但是看到這麼漂亮的樹林 就算是補回素吧 如果一直走 沿途有清風的話 其實這條路是很好走的 途經也有很多這些溪林 可以濕下毛巾 走出了第一個樹林 看到陽光 令人更加精神 很舒服 被群山包圍著 聽到這些流水聲 這裡也有提示牌提示 在附近曾經有網蛇出現 就要小心看管同行的小朋友和狗隻 我們從下面踏升到150米左右 就會來到一個分岔路口 我們就轉左手邊 由於當日下了幾場雨 所以不時會經過這些水淌 過了剛才那段路 很快又會到達另一個分岔路口 我們向斬竹灣的方向走 在指示牌一個欄杆 有人寫上了泰敦 其實這個方向也可以上去泰敦 原來我們在這個分岔路口 要再爬升多100多米 才有個分岔路口再下去斬竹灣 如果再上的話 就是泰敦 在這個分岔路口 再爬升150米左右 但是這段路爬升150米 就比剛才那段路急很多了 在影片可以看到 這一段的山路是不停上不停上 都挺喘氣的一段路來的 但是過了這一段路 就要準備下山 我們當時也有點不確定 因為我們一直在叢林裡走 完全見不到開陽的海景 就見到指示牌指望下山的方向 我們懷疑會不會剛才 我們遺留了另一個入口呢? 但是我們看地圖 是沒有偏離到軌道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們都走到幾迷惘的 我們走到這段路 然後再向前走1.5公里 就到斬竹灣 那邊呢 亦都會經歷走1.5公里 長山和斬竹灣 亦都是有一個平一點的山 可以看到遠一點的風景 就在那邊看到美景 當我們走多十幾分鐘 就見到開陽的山景 這條路的風景 就集中在尾段 我們差不多下山路方向 就已經開始見到海景了 當我們見到長山的這枝標高柱 實在太感動了 因為美景就在我們前面 之前感到迷惘的心情 都豁然開朗 在長山這條路再向前走 就是斬竹灣 是一個面向南面的海灣 在這裏可以看到黃宜洲 鹽田仔 教西洲 橋咀島一帶的風景 站在這裏 除了在泰敦之外 還可以多一個角度 去飽覽西貢的千島湖 在這裏 占到這裏 都快到這裏 在這裏 穿了一扇子 穿了一扇子 在這裏 走位 衛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逛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回到一个开阳的位置 看到泰敦和斩竹弯一带的风景 都是一条仙虎后田的路 后面很开阳很漂亮 快艇在站蓝色的海水上 画出一道道的白色水花 就好像天上的流星滑过 画面非常漂亮 虽然由开始到中段的一段路 长期都在树林里走 没有一些特别震撼的风景 可能会觉得有点沉悶 但当见到前面这个画面 就会觉得很值得 反正一点点 在這裏下去會到斬竹灣 下面有巴士 可以回到96號哈羅或94號回到西貢 這裏走回到大概20分鐘左右 也很快 終於回到斬竹灣 就可以踏返商園的車離開 過了對面的馬路 向西貢戶外訓練營酒 大概5分鐘便會到達巴士站 最後在這裏要感謝Puyili 在北潭中自然教育經至布谷灣的影片 有超級感謝 如果大家都想支持這條影片 可以在影片下方有個超級感謝的按鈕 去支持這條影片的製作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和訂閱我頻道 最重要是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按下我小鈴鐺 當有新片出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約定你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